为了更方便地计算人体洞的数量 我们把洞分为两种 持进肚子里的金针菇 可以从某个地方排出题外 工程师称之为通孔 而像毛孔 肚脐 耳朵这些地方 则被叫做盲孔 它们就像是一条死胡同 例如顺着耳道进入耳朵内 遇到骨膜之后只能原路返回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盲孔 所以加上毛孔 发囊 尿道 产道 乳头等 一个人全身上下 共有五百多万个盲孔洞 但是盲孔真的是洞吗 换句话说 洞到底是什么 就好像罐子有个洞 如果我们把这个罐子捏成水杯的形状 也可以认为水杯一个洞 然后我们再把水杯鸦片 扩展成碗的样子 碗口也勉强算得上是一个洞 如果我们继续下去 把碗做成盘子的形状呢 盘子上有洞吗 这个问题很重要 但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人体本身 我们能用鼻子呼吸 也可以用嘴巴呼吸 说明鼻腔口腔是相连的 除此之外 与鼻腔相连的还有四个类点 它们是眼睛里 直径大约二分之一毫米的小孔 不断地分泌液体 湿润眼球 所以当你情绪波动 嚎啕大哭时 从鼻子里醒出来的不是鼻涕 而是眼泪 现在我们知道 人体有八个贯通的开口 嘴巴 菊花 左鼻孔 右鼻孔 左上泪点 左下泪点 右上泪点 右下泪点 虽然知道了开口的数量 那么问题又来了 这个图形很明显有两个通孔洞 那么这个有几个洞 一个 两个 还是三个 拓步学可以帮助我们解答上面两个问题 一个甜点圈 可以在不经过任何撕裂 切割 或者粘合的情况下 变成一个咖啡杯 那么这两个物体 在拓步学上就是同胚的 圆形和方形同胚 但圆形不能通过 连续延展和弯曲变成圆环 所以这就是我们分开计算 盲孔和通孔的原因 在拓步学家来看 盲孔可以通过同胚变形消除 它在拓步空间内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洞 同样 这两个图形也是同胚 因为可以相互转换 所以它们都是有两个通孔洞的图形 人体有八个开口 从泪点 鼻孔和嘴巴进入的物体 都会从消化道排出 简化之后的结构是这个样子 中间是从口腔到屁股的通道 然后通过同胚变形 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七个通孔 那么视频标题的确切答案就是 人体一共有五百万个左右的盲孔洞 和七个通孔洞 有研究显示 看到了喜欢的视频 并主动点赞的人 生活一般都比较通透